再見 不要怪我第一句就跟你說再見 因為我真的專程來跟你道別 你知道我是誰嗎? 不過你不記得了 我記得你 你總是笑咪咪地看著我 你不說話 只是聽我說話 那時候這個世界很安靜 沒有現在那麼吵 襯得我特別之渣 特別開心 我記得你的手 掃過我背後的感覺 我記得和你去看影畫戲 你會在我耳邊說話 你說得很細聲 其實我一點都聽不清楚 不過 我很喜歡聽你這樣跟我說話 以後 再沒有人這樣跟我說話 我記得你很喜歡看日落 看完日落就去聽音樂會 我們又經常散步去吃宵夜 那時候不知為何 周筆樹也分不清楚究竟是星期幾 日子好像不會過去的 日子好像不會過去的 時間好像在停下來的 然後 然後 忽然間 就發覺原來 已經經過了很多年 我記得 我記得 很痛 因為 因為你告訴我 你要走 我再沒有看過日落 我再沒有看過日落 也沒有再跟人吃宵夜 原來 難過的日子 一樣好像不會過去 然後 又是一眨眼 才發現已經過了很多年 我記得 你跟我去過的每一個地方 我不會再去了 那些茶座 舞廳和花園 現在是怎樣 我不知道 那些地方 通通留在我心裡 不過 我知道 你不記得了 不要緊 我一個人記住就可以了 我不會說 我老了 我只是會說 我在這裡太久 時間久了 萬免知道 人 總會慢慢地 將過去打磨 又會看著 那些東西 無聲無色地消失 我為什麼要走 怪我自己 我先兩日 不知道在想什麼 無故走去看日落 那天落 就跟我記得 陪著你看那個樣子一樣 不過 就算我怎樣 裝出若無其事 我都沒有辦法 不承認 我失去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如果你記得我是誰 我 你一定會 你一定會 很不捨得我 還會很掛著我 再見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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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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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